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统一证券总公司的吕中达 我们为各位准备的主题是 行情剧烈震荡下的投资主轴 那么我们会先讨论通膨跟地缘紧张的投资意涵 接着锁定景气循环股 以及高值率概念股 怎么看如何操作 这是我们为各位所准备的三个主题 那先跟各位分享结论 原理上在3月中旬美国联准会 确定他的利率政策 到底是升息一码或是两码 在这个事情没有厘清以前 整个台股的大盘应该都是一个震荡整理 以个股表现为主 所以建议各位贵宾朋友在操作上 要保留一定比例的现金 那么市区来布局所谓的两低一高 两低指的是低基期低本利比 一高指的是高成长概念 那不要照尽要严控您的资金 来做好这个风险的控管 那给我报告一个统计资料 整个盘式是在10号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创40年新高之后逆转 那在那之前的五个交易日里面 标准普遥500 表现最漂亮是原物料跟基本金属 那网络零售航空指数 那独裁类的指数饭店跟度假村 我想这个逻辑要放在心上 那意味着什么 在现阶段这个通膨升温的情况底下 整个以美国标普为首 很明显的最直接反映在 能源原物料基本金属 还有在过去两年受迫于疫情 它是重创 现在随着解封之后 有机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营收获利的 这种观光航空 那这个赌博啊 饭店度假村等等 好美股是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台股在10号大盘逆转之前 五个交易日上涨最多的是运输类股 就是所谓的航运股 那么钢铁股造纸观光 那代表什么逻辑 就是在通膨跟升息的条件底下 原物料跟景气循环股 它是一个上涨的结构 那相关的类股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另外一个统计资讯是 从今年以来到10号大盘这个反转之前 台股的类股里面绩效比较好 第一名是金融保险类股 涨了6.4% 第二名是电子通路类股 涨了5.9% 代表什么 在目前这个跌宕起伏 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底下 高纸率概念也是投资人比较需要追踪的一个主题 好 结论跟各位分享了 我们再一次回到乌克兰的问题 最新的一个情况是15号 俄罗斯总统普丁跟德国总理萧之 在莫斯科开会之后 两个人召开记者会 他普丁说 没有办法想象欧洲会有战争 他说90年代 欧洲有战争是南斯拉夫 这个是北约发动的 但俄罗斯并没有要战争 他提议谈判 但是呢 他也指出来 北约并没有满足俄罗斯的要求 意味着过去30年 俄罗斯一直被告知 北约不会往东边扩张 但是北约的势力已经到了我们家的门口 对俄罗斯而言 当整个以德国为首的北约势力 到了莫斯科的这个门口的时候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倍感威胁 所以他提议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他说要透过谈判来化解这个问题 那同时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这一块 不管是西边或是南边 结束演习之后 回到他原来的基地 所以短期之内 这个地缘紧张 开战的问题 他缓解 那以美欧为首的股市 开始这个大幅的上涨 那么过去反应避险概念的油金价格 迅速的重创 所以初步整个乌克兰危机 是这样的一个进展 我想大家在地缘上的这个问题 相对比较松一口气 那焦点又再次回到通膨的问题 同一天美国元月份 他公布的这个 所谓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比12月大幅上涨了1% 远高于市场所预估的0.5% 那代表什么 即10号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创40年新高之后 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也是一个急速的扩大当中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这个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升幅是9.7% 那维持在过去 这11年来的高点 代表什么 未来这几个月当中 恐怕以美国为首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 跟消费者物价指数 都还是在高档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压力 因为这种情况底下 会触发联准会提前升息 跟加速的一个紧缩 那我们也在频道里面多次提醒 从2020年3月以来 我们所熟悉的这种极度宽松 造就两年台股大拖拖的行情 它背后这个是联准会的货币供给 但随着通膨升温 货币在朝向紧缩的路径图 然后有可能提前升息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为期两年的大多头的结构 开始被改变 那么还是偏多正面 但是在操作上 它会有剧烈的起伏 在这过程当中要严控资金 加强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 那我们一直在谈不要照进 就是买地不买高 买黑不买红 要精挑个股 我们为各位锁定的 就是景气循环概念 跟高质率概念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景气循环 我想首选应该还是以货归三雄为首的航运类股 整个货归三雄的总营收 连续半年是超过1000亿 元月份是创了1200亿的新高 所以大概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能见度 延续过去一年的基本面 大好没有改变 这个基调没有改变 可是在操作上 各位投资朋友要留意筹码面 因为太多人买了船票 上了船 那我们也一直在提 要以他占大盘的成交占比来做判断指标 在去年年中 中间的中 他下错了五成以上 背景就是整个航运股占大盘成交量 萎缩到两成不到三成 那但是最近开年之后 他比较是一个指标股 特别是时隔半年左右 即去年八月之后 在元月货归三雄有这个都收涨停 那他当时的成交占比是27% 约抓三成 所以各位不妨以这个为判断 三成以下比较保守 要有风险意识 三成以上就有一些机会 那在去年他主升段的时候 他占大盘的占比是五成到七成 我们认为那个环境过去了 但后续还是可以追踪 航运类股 主要是看他以去年的获利 应该会进入到所谓的高值利率 值利率会在一成十%以上 为这个题目 我想各位可以去做一些布局 但是假设要赚大的价差 或是用主升段的概念来看 我们认为 这个以过贵为首的航运 已经结束这个阶段 另外一个是钢铁 钢铁其实可以追踪 从股价净值比来看 目前的钢铁股都还算便宜 有几个利多 供需关系上 中共因为追求碳中和 它的供给在持续减少 那么需求面则是因为 全球的景气复苏 美国1.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 需求庞大 对钢铁是有利的 最后通盆这个环境 也有助于原物料的一个上涨 所以钢铁是在一个相对低基期 低股价净值比 可以保持追踪 再来谈硕化 虽然这个乌克兰危机缓解 油价突然之间下挫 但是整体而言 我们认为随着解封 需求的扬升 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 在倍增当中 但这个过去多年 由于大家走入ESG跟绿能 跟硕化有关的资本设备投资 相对是比较不足 所以这个供需的失衡缺口 还是会造就塑化报价在一个位置 那只要这个条件存在 我们以塑化指标公司为首 它的油品利差就会扩大 所以整体第一季 我们结论跟各位说 塑化的景气并不看淡 那也是一个高指率概念 各位可以保持追踪 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子题 谈完了这个景气循环里面的钢铁 这个货柜为首的行运跟塑化 我们来谈高指利率概念 那高指利率我们过去几次 在影片当中不断在跟各位谈 从去年第三季之后 金融股应该就是重中之重 热点的所在 那金融股绝对是 目前各位要去追踪 有几个诉求 首先是升息的题材底下 有助于以银行为首 这个存款 存放款的利差扩大 第二个是 今年的金融股相对于去年 可能获利会出现小幅的衰退 但整体去年的金融业的获利是创新高 预期 这个配息是可期的 所以它拥有高指率的概念 最后就是股价的部分 它基期也比较低 我们跟各位报告了 大盘的这个股价净值比 大概在两倍 金融则在1.2倍 所以从那三个诉求来看 现阶段金融是攻守皆宜 是最具有防御特质的一个属性 那尤其是两个题目 一个是反应升息的利差一扩大 另外一个是去年的营收创高 所造就的高指率概念 建议各位多在金融这个族群上面 多一些留意跟这个追踪 另外一个就刚刚的统计数字也反映 假设各位对电子股还是情有独钟 高指率的部分特别去追踪 IC通路电子通路 这个一直以来是在电子业里面的高指率的概念 那么今年的半导体也是大家看的是相当是不错 所以无论就获利或是做配息而言 都是可以持续保持留意追踪的一个题目 所以我想高指率是跨各行各业 但是我们今天为各位锁定的是针对金融 跟电子里面的IC通路来做一个说明 好的以上我们谈了一下最新在乌克兰地缘紧张缓解 那么美国的物价再创新高 连总会可能加速紧缩的投资意涵 也锁定在这个阶段 我们觉得投资主轴里面 比较可以追踪的就是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这当中包括航运钢铁硕化 那另外一个主题是高指率率 它遍布各行各业 但我们针对金融跟电子通路两个族群 来给各位做一个整理跟报告 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内容 如果各位觉得我们的讯息还不错 敬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多推广协助到一些投资人操作跟判断 也敬祝各位在操作顺利 一切顺心 感谢大家的参与